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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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交换故事那刻 我看着你等待 也很快乐 有多少人来过 多少人走了 也许真心才会让爱沉默 留下什么爱过 亲爱集团 亲爱集团第三代设计师刀瑞峰 将去办个人时装设计室秀 亲爱集团的CEO前程介绍 正在接受媒体验计 前程先生 请问您作为亲爱集团的CEO 你们的设计理念和初衷是什么呢 百年历史的演变 本次邀请了国内超一线模特 以及一线明星出席 哪里 有没有 你看 哎 啊 怎么 啊 呃,这个是我们小组的个人资料,上面有我们的健康信息,你看了好方便安排工作,这姑娘也是怕你着急,所以,急着让你看一看。 好的。 你,就是金小鱼? 嗯。 今天幸亏用你带队。 哎呀,你别太担心,他们只是有点紧张而已,而且,我们这里虽然有听障患者,但是呢,翻译跟分类的工作完全没问题。 我呢,本来是有点担心,不过跟你聊了之后,就没这么担心了。 哎,陈卫兰说你有罕见的疾病,但你看这挺健康的呀。 是不是还有点体贴和激励? 还有点,好看。 哎,那这么说,我的葬礼你会责分子吧? 葬礼? 对啊,就这道会,会去吗? 你道,人道也行啊。 哦,会吧。 那太好了,咱俩加个微信。 我送你啊。 好。 谢谢啊。 哎,刀先生人呢? 你找哪个刀先生? 你能找到哪个刀先生? 刀兰先生飞机晚点,刀热风先生不知道去哪儿。 那,那刀兰先生能在最后押凳出场吗? 我怎么知道啊,姐姐。 这样,我现在去抓刀热风先生。 啊,快去吧。 那一球展现一种,合而不同的美感。 合而不同的东西,东方之融合之美学。 以棉麻丝绸为主材料。 倡导自然流转。 倡导自然,设计师也需要传承的嘛。 这么长怎么背啊? 倡导自然流转以及平衡之力。 少爷。 这句话是烫嘴吗? 还拿个小抄。 再考试啊。 数罗的丝最好的是十一丝。 而我要求的是十三到十五丝。 守抹眼官,称分量,量宽度。 如果不出意外,这一件应该是十三丝。 十三还是十五,你若眼看得出来。 要是有人拿个放大镜挨个给你数的话, 你就惨了。 我以为你要考我。 我是要告诉你。 你的叔叔之前,极少用此丑。 你要记得,这就是你俩最大的区别。 知道吗? 少爷。 这些衣服都是你设计的。 你有能力,有才华。 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 我不会影响你追求你热爱的事情。 但你要听你奶奶的话,做个漂亮的快乐。 少爷。 我已经很漂亮了。 这些设计师们都是有天赋传承的。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到威廉。 毕竟他是刀大师的亲主人。 非常感谢。 这是威廉。 作为亲爱第三代设计师的首秀。 不知道,会不会延续亲爱一直的风格。 我很期待他。 这么大的活动, 要是把大钱走起来看看。 好。 好。 不信告辞了。 说错话了。 你说什么呢? 你真是。 四菜一汤,就这些对吧? 对,是。 好的,商量一下。 辛苦了。 小鱼。 亲爱大厦是整个东区最豪华的大厦。 前面更漂亮。 你挺熟啊。 他们公司的HR总去我的咖啡店。 一来二去就熟了。 而且是我把志愿者协会推给他们的。 怪不得,我就说嘛。 你刚当志愿者一年,就当上了什么慈善组组长。 我还纳闷呢。 而且,他们老板特别有钱。 真的? 时尚级大佬,好像还做地产生意。 他来这次秀就是推他第三代计程人。 CEO姓秦,设计师姓刀。 你怎么感觉这个姓在哪儿听过呢? 刀锐风。 威廉王子啊,你不看娱乐新闻吗? 他可是出了名的女星收割机。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总跟女明星有画编新闻,那就是他。 你说他这人真是的,设计衣服干嘛还总谈恋爱。 那你就不懂了吧。 设计师都是靠谈恋爱在灵感的。 福亮,来,签个字。 这今天你找出的,肯定有点好可谈的。 我想起来。 确实现在是, 实在是, 我现在想起来走。 我原谈过来沟姐, 我在这儿子。 我现在没缘。 我们在这儿子, 我当时在这里的里面。 嘛, 我自己走, 你怎么这么晚了, 可以宜原来的事情吗? 如果我们在这儿子里面。 是在找我吗 威廉先生 您能看见我们吗 当然了 你赶快下来看看吧 这花罐不错 画错了 坐哪儿啊 送出梅系列的话 这是桃花 桃花跟梅花有什么区别吗 桃花的花罐是压着用的 发型也错 你们谁给我弄的桃花 我要的你送出梅 最寒三勇 给我整一桃花来干吗 招桃花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换马上换 走走走 这我都能弄错 我之前给你上了妆容设计课 到底有没有再认真听 少爷 这梅花跟桃花 我哪分得清楚啊 都粉嘟嘟的 猪还是粉朵朵的 你能分得清吗 哦对 也有区别 猪能听懂章容设计 你听不懂 我明白了 少爷 你跟前程 能分得清梅花跟桃花的章容 你俩才是猪 我不是要rap 我搞定的 就说我 重来 我们能分得清 海边 海边 我们都没有 conna 我们的 看到 我们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 你说 这 是 我们 哥 大情统来了 没有请减 拦不住啊 还是非来 我哥来了 你哥怎么来了 你哥不是在斐济吗 是啊 我让我妈把他拐到斐济去考察 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这下完了 他肯要在那群投资人面前插我的胆 我知道他为什么发微博了 就是为了骗骨 老钱呀 老钱 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你是个做事很谨慎的人哪 不知道我是谁啊 难我 看清楚 看清楚 请检 刀总 刀总 薛小姐来了 薛王婉 薛王婉怎么来了 薛王婉不是在迈阿密度假吗 我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赶紧 让宝王拦住他 别让他拆住他 拦不住啊 他拿的是薛总的钱 人已经上死了 我去 一会儿见到行程直接带走 全体真是什么人 家里好好的工作不做 三天两走和这帮人混在一起 跟刀日风一起上娱乐新闻 母亲纵容他我可不顾 等会见到他 直接带走 硬碰硬 一句废话再给讲 那他要是反抗呢 他不敢 他不敢让亲爱丢脸 准确地说 是不敢让亲爱背后的人丢脸 这就是他最大的 小姐 您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好了 他要是敢让那个臭女人 秦龙压重 就砸了他的肠子 威廉先生肯定又哭又闹 跪地求饶 说不定还会当场逃手赞戒 向你求恨呢 你也知道他那三板斧啊 一哭二闹三轻轻 跪地磕头加求婚 今天他要是哭 我也哭 他要是闹 我也闹 他跪地磕头 我就满地打滚 他要是敢掏戒指求婚 我就敢当场答应他 我还拉着他上台压轴 宣布回训呢 这招就叫做 以其恩之道还之其恩之身 妙啊 我也要让他知道知道 臭不要脸这招 我也不会 我哥知道 我不会让你的袖砸了 你是我的软胃 我告诉你啊 薛婉婉肯定不会让秦龙上台的 今天晚上赞助 有没有钻戒 实在不信我今天晚上 向秦婉婉求婚 道二叔怎么还没来 他要是来了也能等一等 要不 咱们给夫人打电话吧 你就别想着我奶奶跟我二叔了 他们要知道 我们三个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和小陈固然没有好果子吃 但你可能连吃果子的命都没有 我有办法 咱们三个一起死 一起去请 好 一起跳下去 看谁能活 有什么的呀 一个青海集团的CEO 一个第三代设计师 还这么活 这事情有如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你不能去 我一个人怎么能拦住两拨人 你们俩跟我走 你也适合 行 妹妹 挺好玩的 跟我来 快走 你也要跟我走 咱们的威廉姆工程和薛尔婉是青梅竹马 所以他的所有套路薛尔婉都知道 他去没有人 而咱们小陈呢 不讲情面 不讲道理 但像小陈的哥哥大钱就不一样 他对 从来都是铁面镇一样 像铁板一样 面对铁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破灵色尔 前途哥 你怎么才来啊 我想死你了 主爱 我隆重地介绍一下 前程CEO的大哥 前途先生 国内最大的旅游集团 昭炎集团的大老总 年轻且游小 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 自己把握机会 前程哥哥 我爸把情景给我了 我就进去看看 你偷走吧 我告诉我爸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俩都是骗子 渣男 随便你怎么说 我是不会怜香惜玉 你最好配合你 不然弄伤了你可不好了 亲爱的 你腿可真长呀 好帅呀 好不喜欢 谁跟你亲爱的 什么之帅呀 前途哥 我真是太感动了 你专程从斐济赶回来 参加我的首秀 我真是爱死你了 亲爱的 我叫赛蒙 不许管你啊 你哥就像你的定位一样 即使丢尽自己的领 也不能丢前家的领 来 别笑 所以你啊 却带着你的团队 越不要理越好 所以薛婉婉一哭二闹三上吊 也没有用程 你们俩看我吃 前程哥哥哥你放我出去 不笑了不笑了 冷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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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点儿 你在哪 sapp 糖又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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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 小诚 您现在把电梯停了 里面有人板不会觉得奇怪的 直到十点五时 直接送到顶楼来 少爷 你十点之前必须回去 今天我和威廉们顾不上你 而且今天来这么多人 你不能在这里一遍 喂 喂 怎么回事 爹 有人吗 有人吗 救命啊 有人吗 我不会 不会吧 不会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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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能看到我吗 喂 救命啊 喂 怎么办 哎 有人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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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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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